日美同盟是美国维护地区利益的重要基石,但是这个同盟关系不是平等的,而是一种主徒关系。 日本在二战后,根本没有任何要交的资本,只能接受美国的各种条件,但是现在日本已经有了摆脱美国控制的野心,不再甘心充当美国的阻止。 公开报道可知,日本不仅仅在驻日美军费用分担问题上,向特朗普提出的无理要求说不,还在美元霸权、伊朗问题等多个方向与美国对着干,美日之间的关系已经处于了低点。 虽然目前来看,美日之间盟友关系不会破裂,但是亲密度已经明显降低了。 日本独立新闻1月28日报道,由于不满住日美军基地的扰民,以及美军军人的霸道,冲绳等地的民众走向街头,举行了大规模的游行倡议活动。 根据报道,倡议的民众要求美军离开日本,并维持秩序的军警发生了冲突,导致了骚乱爆发。 根据报道,激动的抗议群众,使用机油弹的建议燃烧装置,刷伤了美军驻日基地外围的部分设施。 美国国家意义网站报道,无交大楼方面,对于日本民众驱逐驻日美军的做法十分不满,希望日本政府采取窃视措施,维护美军利益,避免A4事件发生。 根据报道,日本还与欧盟达成了协议,将双方交易中放弃美元,使用欧元和日元代替。 另外,日本还拒绝了美国全面停止进口银行石油的决定,继续从自然进口石油。 日本平平叫板,显然惹怒了特朗普。 日本独卖新闻报道,特朗普突然宣布增加进口日本汽车的关税。 毫无疑问,特朗普是瞄准了日本的支柱和核心进行打击,因为汽车产业是日本的支柱产业,也是日本当前最为倚重的产业。 美日两国的导火索,彻底被特朗普给点燃了,如果日本这次遭遇打击,那么处于低迷期的日本,必然够拿恢复元气。 特朗普正式拿日本开刀,日本当然也不屈服。 根据报道,安倍针对特朗普对日本汽车行业的打击,释放了十分强硬的信号。 根据报道,安倍撂下狠话,冲特朗普会后悔这个决定的。 据报道,日本将会针对美国的农产品进行报复。 特朗普高举美国优先大旗,在全世界乱打,盟友也不放过。 现在特朗普疯狂做法的副作用,已经开始显现了。 欧盟,日本,韩国,印度等,已经开始主动的反击美国。 如果世界范围内大部分国家团结起来,同时举起翻美的大旗,那么美国的霸权必然会终结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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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明镜与点栏目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